原神老玩家也能错过的七个阴间宝箱 第七名石门瀑布的上面有一潭清水 仔细查看并没有异样 直到你走进水中才有挖掘的交互指令 这个藏的是真妙啊 第六名宝箱还是在石门附近 它在传送锚点的下方飞到这个位置 是不是还没有发现宝箱的踪迹 走近了才会出现交互指令 第五名在千锋神殿的这个位置 相信大家也来过很多次 但是一直没有发现这也有个宝箱 直到打开元素视野才发现了与众不同 敲吊式堆宝箱就出现在眼前 第四名在青测山庄的山脚下这个位置 有一个枯叶堆用打火机点燃它 宝箱就能出现 第三名传送到青云顶的山顶上 请一直往下飞 你会看见两只白鹤在休息 我们使用下落攻击的方式 平稳降落山顶宝箱就能出现 第二名在遥光滩的这个位置 有一根未点燃的火棍 点燃它会出现深渊法师 击杀完毕宝箱就出现了 第一名在无望坡和青测山庄之间的山顶上 我们可能会被解谜任务和阎神童送奇异 但是在旁边的大树底下 还有一个珍贵宝箱 并无机关开启巨星 这么多银间宝箱还不上线试试 下期见 拜拜